Christopher 乃娯 要活著到別幼稚 你我仰事過至定存在意義 Rule 撤斷籃製造 leftovers Hello大家好 Episode 今天是2023年6月11日 香港時間下午2時半 是呀 威威今天特地選這首Dummy出來唱 出了12天而已 就已經有2.6M的觀看 非常之恭喜 姜濤和姜糖朋友 這首歌非常之成功 為什麼我覺得很成功呢 因為其實我剛才才叫出來 早半個小時叫出來看一看聽 聽了一次而已 我就已經覺得可以 我知道這首歌了 OK 應該不難唱的 即使非常之容易上口 還有歌詞也填得很好 大約懂得到這首歌的意思 就是說一個木偶 有時候好像二人法一樣 人如果變成一個木偶 又會有什麼感受呢 我覺得填詞很好 在這裡恭喜姜濤和姜糖朋友 又有一首鄭歌出來 我今天就會說新重要求 就是你們姜糖朋友 就是一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就叫我可不可以說一下姜濤的愛情 所以我今天這條片應該會有很多人看 我估計 這條應該是我第三條 說姜濤的片 我現在出現的時候 我稍後都會釘回日子上去 寫回日子 讓大家方便去找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大約 好像今天一樣 我都在這裡有日子讀出來 那在畫頭上都會給大家看到 另外也要再恭喜姜濤 就是知道會在8月3日至5日開三場個人的concert 其實我好像幫她賣廣告 但其實我沒有收廣告錢的 哈哈哈哈 絕對沒有啊 不過我真的替她開心的 替姜糖開心的 因為有個concert 看到偶像走出來 就是獨撐的那樣子 應該都 我猜到有很多MIRROR會有朋友 還有其他樂壇的朋友 那我預期六月十九日就會成中大事 因為那天就會賣票 那我不知道賣票的情況會是怎樣 希望大家都是買到票的 祝姜濤這個演唱會成功 那在這裡 你看到我畫了一個公仔 其實這個就是我畫她今次的concert 那個poster 姜濤就 因為她這幅poster給我感覺 那個水象極重 因為簡直是姜濤浸在水裡 就染了鼻孔 就剩下眼睛和頭 我想說水象極重的一個poster design 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姜濤其實八字都適合用水的 我另有建議 她不妨可以下次 可以用一個火黑金的局 去design他的poster 或者是design唱片的封面 譬如好像這個 一隻金的鳳凰 就是這個叫做火鳳凰 有些火燒鳳凰也燒不來的 那隻不死的鳳凰 因為她本身八字其實也適合用 那些火黑金的局 好了 今天這條片我會主要講幾個point 就是第一就是 大家很關心姜濤 女朋友說老婆那些 女朋友那些就免得說這麼多 我講正室算了 未來正室的帳是怎樣的 跟著第二就是說一下 譬如她結婚結得順不順利 這樣 合不合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 究竟是會什麼時候結婚呢 很可能 那這裏給YY就是賣個廣告 如果大家第一次因為姜濤愛情 而第一次進來我YY的頻道 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就說一聲給大家聽 我的頻道本身就多說一些 玄學術素風水八字命理奇門 遁甲西洋 尖聲等等相關的玄學話題 所以大家對這些 topic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鐘 我有新片套時就可以通知大家看 另外大家如果想找我看 八字風水則一改名的話 我本身有做開相關生意 大家可以留意片頭有條 巴巴上面就有我的email在那裏 大家可以留message 預我半天時間出來回覆大家 跟大家聊一下 看看你們的request內容是怎樣 打一下架 姜濤的八字就是 她birthday網上查詢 這個wikipedia大臣就告訴我 1999年4月30日出生 在母時辰之下 八字就是紀錨茂神淫子 這個八字在YY心目中是怎樣看的呢 首先姜濤的八字在上兩條片都已經說過 這條片我不特別說她八字 特別只是說她愛情相關的那些 在她這個八字那裡怎樣看 第一剛才所說的未來正室之象 那個象就是怎樣呢 正室那個象呢 大約是一個聰明的 一個聰明不堅持的女生 一個聰明不堅持的女生 就是比較靈 這個靈 就是有些靈巧 就是那種叫做 就是話頭成美的那種靈 那種叫做 還有不是控制型的 個人呢 就比較清澈了 好像很少人用清澈去形容人的 我嘗試把我心裡的感覺告訴大家 首先她清澈不逐氣 她也不逐氣 還有她自己本身沒有機心 但是又可以防人機心 就是她可以看得通一些東西的 就不傻的 心是水蒸蒸的樣子 就是她的人又沒有什麼 所謂叫做 但是她又看到你們有什麼東西 就是會適防一些 可能帶有點理由的人 而整體來說 那位女子就會在一位偏靜 在外面的人看下去偏靜 但是其實她會思考 是內動的人來的 裡面會想事情 外面看下去很靜 比如有些人不是的 是吊磚的 有些人比如她是內靜 外動的 外面不停在那裡動 跳舞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她裡面不動的 在裡面不動的 不是多想事情的 那種VS那種不同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位女生 證實 不會為人添煩添亂的 那什麼叫做一個女生會為男生添煩添亂的 就是譬如一些簡單的生活都會變複雜化 又譬如或者經常都發脾氣那些 那些 扯人爭辯 那就是或者是柴米有鹽 都判斷不來 都要 諮詢意見 還要拗餐飽那些 那這些就是添煩添亂 或者吃飯沒有人陪會吃不下 一定會人陪的 不知道陪什麼陪 去廁所那種都要陪的 那些就是添煩添亂的 就是個人 那些判斷力 獨立性 心理狀況可能都不是很夠 不是很夠 不是很得 反 總之就是反 那這就是 恭喜姜濤 你那個應該不會的 還有有審美力的 可能他自己都獨樹一格 他自己都有 自己那種 那種審美眼光 那種打扮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 那個衛生室 就會做事爽脆 因為判斷力高 所以都會見到 做事爽脆 手起刀落那種 不過不帶攻擊性 不帶攻擊性 有些不是的 就是爽脆得你 就是連你那塊都遲起來 那種 給我感覺就是 這位小姐 就會跟姜濤 如同兩隻小蝴蝶 這兩隻小蝴蝶畫了出來 小蝴蝶在花間飛舞 很好的感覺 看得令人舒服 那這裏有一點點建議 粉絲呢 他們需要粉絲的支援 粉絲呢 就是希望 當這個人出現的時候 記得口下留情 要外屋及烏 就喜歡得姜濤 就喜歡姜嫂啦 那就是這樣 因為呢 就是你知道啦 這些叫名人 名人旁邊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pressure 特別大一點的 傳媒又很多時 會小事發大 有些圈染 製造新聞 那些這樣 可能就會帶動了 叫做 薑糖朋友 就會被帶動出 就是出了一些不好的感覺 那些這樣 大家慎放 不要掉落這些圈套 好了 剛才所說 第二條問題 我就會看一下 她究竟 會覺得她的結婚 會順不順利 或者跟那些女士一齊 是不是順利 她的案子 我看她的八字 就是帶有那種 要不就沒有雷 ZERO 一定都沒有的 一有就很快速的 而且很容易 很容易覺得看得對 對了 這樣的樣子 雙方都覺得對 這樣的樣子 就是認真一下住 因為她的八字本身 帶有幾強勢的桃花紅亂 還有背後也有相當 很不強的那些貴人 back up 所以 同時也沒有說 在八字上有什麼 所謂的事情 兼邪還給我看得到 是一個叫做 躺羊的 即是很開羊 對著槍開羊 就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需要 公開接受粉絲 祝福那種 那種個案子 所以我估計 就是 講了給粉絲聽 都沒事的 粉絲甚至覺得 他們就是 哇 一看下去 就是 叫做什麼 天生一對 金銅玉女 那種 看上去更好看 會有種 synergy 出來 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期待 這位人物走出來 他們會不會配合呢 配合的 他們跟姜濤思想 是相當一致的 而但是呢 那個女生 同時是 有能力 去配有自己的特色 不會喪失了自己的 identity 不會整個人好像沒有了 他就等於姜濤 姜濤等於他那種 好像沒有了自己的 identity 那樣 那他就不會 他會有 有他那個 他那個地位 位置在那裡 也不會令姜濤窒息 那個人不霸道 正派 正怒 那些這樣的 好了 那聽上去都很開心 那大家當然關注 究竟這些姜嫂 究竟幾時會出現呢 我看就是姜濤28歲之後 2027年之後 才會認真出現 即使怎樣 即是大家這幾年 可以發夢 自己有機會 哈哈 我這裡試試看 那麼就這裡 一點點臨尾加送 那自己 如果你想看一下 我自己會不會都有機會呢 那麼我加第五個項目出來 就是 如果你覺一下八字的靈巧度 是相當高的話 是有機會的 那麼就 而那個八字的強度 又不要砌低了姜濤的八字去 那所以呢 所以我就覺得 唉 大家都很可能都不太知道 自己的八字是怎樣 那麼就不用理會這麼多了 就是修煉一下自己的性格 至少不可惡 不可以惡的 OK 這樣 好了 那就是 這裡再多一句 人人有機會 發夢權人人都有 怎樣發都可以的 這樣 好了 今天呢 就是這條片 希望姜濤的朋友 大家喜歡 希望這條片可以 不知道會不會有緣 可以推到姜濤那裡 還有 姜濤一定是 推到姜濤那裡 如果大家對MIRROR和姜濤 他們那些成員 MIRROR成員 相關有些題目想我算一下的話 是可以留言建議的 在留言欄那裡告訴我 我知道一些題目是多人興趣 而時機是OK的 都要預著我有空 就會信眾要求開片給大家看的了 其實這個時刻 我至少還有這個 那個MC章的感情片 我還沒開的 就已經有人 都出現信眾要求的情況 或者 我考慮一下 更快出給大家 好了 今天暫時到這裡 希望大家 這個姜濤朋友 可以買到票去看他 這樣 看他的演唱會 好 暫時那麼多 多謝大家